今天請風水大師陳貴藝老師 來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我們人生充滿了希望 我人生要希望 但希望的話 一定要懂得去創造那個美景 希望在未來 希望在未來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家庭空間 你居住空間 你的辦公室空間 你住在哪裡 那就是你的本位能量 這個本位能量 我要怎麼把它超前 本位能量要超前的時候 就一定要創造那個空間的氣場 所以說可以讓我們人生 充滿希望的風水擺設 有哪些 第一個我們知道 宰屋的正南方 擺有一馬當先的雕塑 一馬當先 所以正南方最重重點就在正南方 為什麼要擺在正南 藍的掛位叫做光明位 藍就是離掛 掛它就代表光明的位置 所以你要往光明的位置 要能夠擺上什麼 未來要有希望 所以要一馬當先 所以你馬 馬匹的時候 重馬在重一定有一馬當先 所以有很多馬 剛才講馬擺馬匹就好 但是馬可能它只有擺了很多馬 但每個馬都起頭並進 起頭並進就沒辦法突破了 所以你要找出一堆馬在跑了 奔跑的時候有一隻馬突出來了 這個一馬當先在一個正南方的時候 你擺在這個位置就代表這個空間你家這個磁場裡面住在這裡面的人能夠往光明的地方突破了 所以才叫做能夠那個充滿了希望 所以藍邊非常重要 所以相對你要一馬當先 你這個地方如果你這個地方種了很多的雜物 放了很多雜物 種很多的樹 枯樹 那一樣你這一馬當先它會變柵欄給你圍住了 就不行 當然我要擺這匹馬的時候這個地方一樣還是不能太亂 你要讓它有空間 而且如果你可以在這一馬當先的地方又可以有加出一個投射的燈 有一個燈亮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把它弄一個長明燈在這一馬當先的上頭 這個燈一照下來在馬上一直亮著的時候 所以你未來希望是無窮的 所以隨時走到哪裡都有希望 所以我們說一馬當先是最好擺設創造人生希望的一個方法 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門庭名堂擺有四平八文的步步高深的綠竹 就是說如果你房子我們住的房子當中所謂門庭的秦名堂 有些如果鄉下房子有庭院的就代表在庭院 如果你沒有庭院我們住高樓就要擺在你的陽台 那陽台要擺什麼 陽台就是要擺這個四平八文 什麼叫四平八文 這個就是用石凳 用石頭做出來 擺這樣有四個角的 就像一個椅子一樣 這叫四平八文的 用石頭弄出一個小石頭擺出一個四個蜘蛛腳上面一個石板 這樣都可以擺在這一個我們的陽台 我們現在大部分有住大樓 大住樓擺在陽台這個位置 那這陽台位置的時候旁邊還要擺什麼 一定要擺綠竹 竹子 竹子的時候叫做步步高深 所以我擺了四平八文的步步高深的時候 當然你家你走出去就能夠面臨到的都是光明磊落的 都是非常陽光的自然而然就能夠讓我充滿希望 所以如果你這邊你只有四平八文擺了 你沒有綠竹那也只是代表你做事很沉穩而已 你的未來希望是有但是有減分作用 如果加上綠竹的時候有步步高深的狀況之下 那就是代表著我們人生裡面充滿了一定非常高的希望 所以充滿了無限的希望 所以可以讓你事業回往騰達步步高深 所以這麼很簡單的一個擺設當中 就可以讓我們創造人生的奇蹟 尤其像這個四平八文步步高深這種東西 如果在一個企業 在一個企業裡面它一直做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在壓力點最低一點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去把它擺的一個比較大的 比較壯觀的那種情形 有時候有工廠 比如我們很多的大工廠 工廠面臨壓力挑戰的時候 在工廠的外面花園裡面種上一些竹子 擺一個四平八文的雕塑 就像這樣子的 10柱加上一個石板上面的時候 這個擺到我們廷宴上面的時候 在花園裡面的 這家企業在面臨低潮的時候 他相信他很快就能夠突破 他整體公司所有的業績 自然而然就可以充滿無限的希望了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